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0年3月11日 今天有件事想和大家談一談 就是建制25仔田北俊 他這期跟杜汶澤走得很近 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讓肥仔傑一一解構給大家聽 為何肥仔傑說他是建制25仔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給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上你墮入的陷阱 另外 希望大家在看影片前 按下方按下方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影片正式開始 昨天早兩天 我看到杜汶澤推出了一個節目 如果大家有看Facebook也知道 杜汶澤開了一個Facebook平台 叫做雷蘇 杜汶澤是自己搞的 因為他是一個黃絲 黃到媽媽都不認得的人 他因為被內地封殺和香港不同的廣告商 或是製片人封殺他 因為他人品和政見問題 他自己開了一間公司做雷蘇 經常賣龍色情 又找女士把胸口放出來 他這次做了甚麼呢 他居然邀請了田北俊 想和他一起做節目做訪問 不僅僅 最慘的是 我們這個建制二五仔田北俊 居然還要上去 上去他的節目做 田北俊是自由黨的人 他最近還有消息說要和曾俊華 建政黨 曾俊華是甚麼事 大家也知道 曾俊華最近不知為何他輸了特首後 又是黃到媽媽都不認得 其實也不是只是輸了特首後 他已經黃到媽媽都不認得 到現在變本加厲 我主要想在這裏跟大家分析一下 究竟他在節目中說了甚麼謬誤 有甚麼事根本是錯的 首先在影片中 田北俊有說到 他和杜汶仔在討論 關於年輕人的事情 即現在年輕人不相信中國的事情 他有說到現在香港的一國兩制 正在退步 一國越來越厲害 兩制越來越差 導致這幾年發生的事 田北俊 你到底是吃了甚麼事上腦 即是一國兩制 我們香港正在行這個制度 一直堅持 就是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這是中央的意思 亦是特區政府一直以來在做的事 而你覺得一國越來越厲害 原因是因為中國正在強大 你覺得一國越來越厲害 這是好事 不是問題 但香港我看不到有任何 你想帶出這個意思 其實就是想說中央管得香港很嚴 又說插很多手 其實沒有 有嗎 大家看到嗎 高鐵建起來又說是國家的機器 又說是送人回大陸 然後建甚麼又說不滿意 然後整個大灣區又不滿意 這些全部都是民生建設 都是幫助你香港人 令到你香港人受惠 令到你香港人的競爭力提高 為何就是要相信 為何你田北俊就要用外國政客 又或者一些賣港的漢奸政客 他們的言詞 他們的思維 去思考中央政府和思考特區政府 另外他說這件事引致這幾年發生的事情 但他有沒有想過這幾年發生的事情 其實有大部份的原因 就是這群反對派和黑媒和媒體 每天在炒作 每天在煽動年青人 而去造成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為何各方面都要歸咎到國家和政府身上 是否他們自己沒有這個責任 是否反對派的人沒有這個責任 為何你作為一個建制派會這樣說 可能有部份人不認同他是建制派 我暫時還姑且叫他建制派 但到影片後面 我想我應該不會再說他是建制派 因為我想給大家看一個情況 他一步一步走下去 就是非建制派甚至偏向半島派 另外他再說 問他怎樣看愛國愛港的事情 杜汶澤問他 他就說他自己很愛國愛港 當國家對外敵的時候 很支持國家 他就愛國 好像中美貿易戰 他站在國家那邊就很愛國 聽起來好像很愛國 聽起來 但他下一句又來了 當國家對香港的時候 他說九成時間都沒有事 就沒有事 一成時間出事 就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甚麼意思 即是香港人 現在被反對派 被這些美國政客 被這些漢奸 黎智英 黃之鋒 搞亂香港的時候 你發現不對勁 年輕人好像很多站在那群暴亂那邊 那群傳媒抹黑得那麼厲害 大家都不知道事實真相的時候 你就吃著個小子 投機 那邊 風放在那邊 你又去那邊 老實說 香港的建設每個人都有份 每一個人都要出力 特別他作為自由黨的人 是否更加要為香港發聲 是否要努力一點 當年23條你去了哪裡 田北俊 為何香港今天會搞到這樣的景地 為何你會覺得 當國家對香港的時候 你一定要站在香港那邊 而且國家從來沒有對香港有敵意 國家對香港永遠永遠 都只有一個善意 希望你香港好 因為你香港對於國家的未來發展實在太重要 國家是不會想對自己的人民 我相信沒有一個國家會想對自己的人民 思議一些惡劣的對待 對嗎 我相信大家在看影片的你也會覺得對 但田北俊不是這樣的思想 到底他是甚麼想法 然後他在那段影片中更離譜 他在那段影片中更離譜 不如讓他做那幾年 如果他做到的話 至少未來的兩年的民望和威信會更好 田北俊是否會上腦 甚麼是答應他們五大訴求 林鄭政府的民望和威信會更好 這些根本就是反對派的圈套 根本就是他們設一個五大訴求 就是希望你特區政府跪下 你一跪下便可以踩著你上 你看看之前五大訴求 包括那些甚麼撤銷條例 現在呢 然後撤銷那項沒有再搭到一項新的下來 那你全都玩了 那些人喜歡喊多少樣 做完一項又多一項新的 總之你源源不絕 拿來威信 拿來民望 我們已經不是 為何他只剩下9% 六四比 為何林鄭只剩下9% 就是因為我們普通人 普通市民 對林鄭也有點不信任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做好些 但如果他連五大訴求也屈服 那你叫我們連那9%也沒有了 不要想六成首先不會給他 黃營不會支持林鄭 不要想這件事 不要想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便可以 香港是從來沒有一個特首 是那些反對派會認同 哪怕特首做得多好 搞得經濟多好也好 是從來沒有一個特首會認同 如果林鄭做了 只會愈來愈衰 香港只會被這群反對派 漢奸搞亂 然後影片中繼續分化 又說葉劉等等 以前等法叔政改那件事 就說神一般的隊友 豬一般的隊友 就在搞分化 又說新聞黨怎樣怎樣 自由黨怎樣怎樣 田北俊到底你想怎樣 他說自己是開明建制派 人家說他是建制壞孩子 他說自己是開明建制派 我完全看不到他哪裏建制 開明我不知是否 但我完全看不到他哪裏建制 建制不代表保皇 但起碼不會為那群黑暴和黃營的人說話 不會踩入他們的圈套 怎樣做立法會議員 怎樣做政協 說起政協就是你要反省一下 田北俊為何你沒有了政協的位置 你自己想想為何你沒有了 開明的人在國家層面絕對歡迎 但你不是開明那麼簡單 你簡直是不見仔 你是二五仔 後來他有些更誇張的話 這真的大家要聽清楚他怎樣說 他整句說話是這樣說 但我… 他首先在說 杜汶澤又在說 怎樣看現在那些年輕人被自殺的事情 他就說 但我絕對認同 如果你有一些年輕人的理念 理念是很強的 真是自己自殺的可能又有 被人所謂殺了的所謂自殺 我沒有掌握這些事實就很難回答 大家聽到甚麼問題在哪裡 首先 甚麼是真是自己自殺的可能 又有 這個又是甚麼意思 很重要 又是有對比 即是說這件事 如果我覺得他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如果我覺得這個又有 那個又有 這樣才會用柚字 那即是否他潛意識認同 有些年輕人就是現在他們的自殺 就是被自殺 是否認同說這些自殺 全部是警察推他下樓 即是柚塘那個 擺明自己是下樓 又說他是被自殺 然後陳彥林 我也不想說他的 但陳彥林又說被自殺 然後停車場那個拍著他自己跳下去 也是被自殺 然後831又說一堆人被自刷 現在選擇性失明 然後後面那句更精警 他說我沒有掌握這些事實就很難回答 事實就擺在眼前 甚麼是很難回答 甚麼是掌握不了 你是否選擇性失明 根本不是被自殺 他們全都是自己自殺 我不是說要對他們做死者 不是說要對他們很不敬 但事實就是事實 真相就是真相 真相只有一個 沒有掌握不了 新聞 全真社找831的人全部做訪問 你跟我說他們被殺了 陳彥霖 學校公開CCTV看著他 然後調查 真是沒事 真是自殺 他媽媽也出來說 這些是未掌握沒有掌握 這些就是黃營的想法 正正是那群暴徒黃絲的想法 田北俊是否根本就是大黃絲 你就潛入建制派做二五仔 做內鬼 然後他最後還要評價 說警察 因為在2014年的時候 他做了捐錢給警察 佔中那件事 他便問他否後悔 他說沒有後悔 聽起來好像可以賺警察 沒有後悔捐錢給警察 但結果他評價警察時 又說今時今日的警察工作是五五波 報民有不對 但警察也有不對 說不應該拘捕示威者 打示威者 甚麼意思 他後來還說警察的裝備和報民不對等 你一哥也說過 我拘捕一些行劫的疑犯 拘捕張志強的時候 他不會像現在的人這樣 不會搶犯 不會現在這樣反抗 一來到有甚麼 手足救我 他不停反抗 就需要用武力去制服他 直至制服完整 我真的沒見過 在今次事件中 有人被拘捕上了手扣 然後坐在地上還被人開槍打 還被人拿棍毆 我暫時未見到 我未見過 你說之前七警案 他們法庭判了他們 你沒辦法 他們那一刻又可以做得不對 但在今次事件我完全看不到有甚麼不對 然後他說示威者和警察的裝備不對等 你是否剩下 甚麼是不對等 即是示威者應該和警察的裝備對等才對 田一俊的思維是怎樣 想不通 後來還說現在不會捐錢給現在的警察 但他們在2014年佔中沒有後悔 田一俊我請你盡快離開 我想你不要背負 即是你不要背負自由黨這個名字 不知是榮譽主席還是怎樣 隨便 總之你直接退掉 好嗎 有時候我最惹是李梓敬很慘 因為很多觀眾不想看李梓敬 不是因為李梓敬覺得不好 而是李梓敬其實很愛國很愛港 甚至是一個很藍型的人 但就是因為自由黨令李梓敬背負了這個陰影 甚至是因為田少 就是因為田北俊 令李梓敬也背負了這個罪名 其實很慘 我們自由黨每一個人都很慘 簡直學朱根說是shame shame on them shame on不是damage shame on填不進 填不進 今集因為時間太長 我先講到這裏 下一集我再跟大家講一講 就是填不進他到底做了些甚麼 被人會繼續質疑他 他是黃絲黃營 除了這次杜汶澤這件事外 他其實還做了很多事 我們下一集再跟大家分解 希望大家看完這段影片後 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 反對派想你踩入的陷阱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訴肥仔傑 你怎樣看田北俊的二五仔 最後最後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一下 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